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学网球都买了哪些装备 花了多少钱 这个场地是绿芯 北京通州绿芯公园 非黄金时段 也就是周一到周五 白天是100块钱一个小时 周末和晚上是150一个小时 这是我们第一次到这边来 我这个球拍是八宝利 正常价应该是1000多 我买的是一个老款的300克 100的拍面 手柄是三个手柄 应该买二号的买错了 好像花了800多吧 这是我闺女的球盘 是优尼克斯的 这花了1400 这是一号手柄 还有一个是威尔胜的 四五百块钱 那算是一个普通级别的 然后还有就是球了 像这种球 在迪卡农买的 三个是19块钱 能打一阵子 剩下的就是教练的费用了 小的地方教练费 绑定球场一个小时 200块钱左右 贵的 像这儿我问了一下 教练费用是400 600 800 还有更贵的 不同级别 球场费令计 这是通州的级别 我呢 我是跟孩子 他们培训机构那学的 算是家长班 开始学的是 入门班 好像是不到3000块钱 10克10 每克10是 一个半小时 然后等到第二年 我又学了进阶班 我一共学了这么多 后来就是找球友 跟他 每个礼拜能打一回 两个小时 那个球场是 一个小时 60块钱 两个小时是120 两人一平分 才60块钱 挺合适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球啊 打网球啊 主要还得自个练 自个琢磨 自我纠正 然后呢 再花点 一对一的钱 这样的提升 更大一些 我觉得没有必要 每次都一对一 你自己练十次 请个一对一 帮你改改 纠正纠正 就行了 对了 还有这个网球鞋 这网球鞋呢 是800多块钱 我一双 我老婆一双 孩子这双呢 是200多块钱 在迪卡农买的 好了 暂时就分享这么多